记者调书林云林报道,不要为难警方,张荣卫要女儿张家俊签收她的入狱执行书,并将委托律师帝送状旨,以包内张立善要选举,向云林帝检署生请延迟执行四个月。 张荣卫案昨天下午才宣判,包括云林帝检署及当事人都尚未收到正式判决书,今天中午虎伟警方就要宋达入狱执行书,要求张荣卫时日生日入狱,遭张家俊以不服行政程序拒收,让负责宋达的虎伟分局侦柴阶队长郭建宏陷入两难。 张荣卫因在云林县长任内办理林内香坟化厂工程,被控期约收费千万元,案经四度更审,台南高分院前年十月更四审一职五行为期约贿赂罪,判处张荣卫八年有期徒刑,持夺公权四年,最高法院佐伯回上诉,全案定宴,张荣卫必须入狱执行,全案昨天下午才宣判定宴, 今天中午警方就要送达入狱执行书,引发张家人强烈不满而拒收,张家俊强调,他们都没有收到该案判决书,如何签收执行书,让人质疑完全是政治操弄,司法真的已沦为政治工具。 张荣卫说,今天早上到台西参加丁庆有人告别式,还担任令两场告别式的典主官,行程照旧,虽然整场官司十分荒谬,选举弄手段粗糙,但也不愿意为难警方,要女儿收下执行命令书, 也向检方声请延迟执行,盼能获准,若有政治考量无法获准,她会勇敢面对,即使是生日也会一时间前往报道,但相信日后会有公断。